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墨学看了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 一位师兄 跑道场超度 鬼道的父亲 长达十年之久 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最后他精进的念佛一个小时 就看到阿弥陀佛抱着父亲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就是这么的不可思议 故事非常殊胜 阿弥陀佛真的是我们的大慈父 大慈大悲大愿大利 不舍一人 这个故事我看了以后很感动 所以今天给大家来分享 故事是这样的 我的父亲是1997年初去世的 因为当时家里没有人信佛 所以就按照当地的风俗 办了葬礼 父亲走后没有多长时间 一次父亲托梦给我 说他的墓地底下有一条暗流 他整天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 非常难受 希望我们帮他解决一下 因为当时不信这些 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但是此后我又梦见几次类似的情景 特别是有一次梦见两个小鬼 从溅在沼泽地上的破屋子里 将父亲的棺材抬走了 父亲当时是火化的 没有棺材 我心想 这个地方怎么能住人呢 但又不知道 他们将父亲的棺材抬到哪里去 于是就上前打探 只见抬在前面的小鬼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打了一个寒颤 没敢再问 父亲就呆呆地站在旁边 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 梦醒后 想起父亲那失望的表情 和无助的眼神 叫人真的是心酸啊 内心特别的惭愧 因为这样的梦已经重复很多次了 第二天 不管是真是假 我去了父亲的墓地 一看 果然有一条暗流 我当时就找到了墓地管理员 经协商 他们答应改造 时间不长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此后 我还是常常梦见父亲 父亲总说他很苦 要让我帮他 我就问父亲 爸爸 你老人家想让我帮忙 花多少钱 我都愿意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帮到你啊 父亲刚要开口 我的梦就醒了 而且 每次 如此 1999年 我接触到了佛法 才明白 原来父亲是在轨道 父亲请求找我帮忙 肯定就是想得到超度 于是我就在各种道场为父亲做超度法会 一次 我们这里要连打三年的水路法会 我就为父亲挂牌 连续超度了三年 但是父亲还是天天来找我 要我救他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总是问父亲 你要我怎么救啊 慢慢发展到后来 父亲再来找我时 连态度都变了 以前父亲来找我时 总是和我商量着说 到后来 父亲对我们产生了怨恨 责怪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不孝 那些年 我经常是噩梦连连 每次做梦醒来 总是吓得冷汗直冒 心如刀脚 但是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弄得我心力焦脆 精神也几近崩溃了 知道了父亲在轨道 也知道了 轨道众生特别苦 为了救父亲出离轨道 在那十年间 我跑遍了大小寺院 花了不少钱 做了很多超度 但是情况依旧 我真的是有一种无依无靠 走投无路的感觉呀 2007年 经连友的介绍 我来到了一个专修念佛的道场 和那里的连友说了 梦见父亲的事情 他们建议 我给父亲挂个牌位 我接受了 但从心里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心想 我跑了这么多的寺院 有多少师傅参加超度 都没有度走 你们念念佛就能走吗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 虽是这么想 但还是挂了牌位 那天我也参加了念佛 念到中途时 我突然看见 整个念佛堂上的上空 被金灿灿的佛光包围着 扭头再向佛台看去 只见阿弥陀佛怀里抱着我的父亲 慈悲地笑着 父亲的脸上 也露出从未有过的笑容 此时 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 嚎啕大哭了起来 就这样 一边念一边哭 心想 南无阿弥陀佛 父亲求了我十年 我也救了他十年 都没有见笑 今天才念了不到一个小时的佛 就被您抱在了怀里 还有我的父亲 又有何德何能啊 生前一句佛号都未念过 甚至连阿弥陀佛是谁 他都不知道 可您老人家 还是不离不弃 真是大慈大悲 大愿大力啊 两个小时的念佛很快结束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还在想 今天看到阿弥陀佛抱着父亲的画面 是那么的殊胜 父亲笑得那么的开心 父亲真的往生了吗 如果真的往生 那该多好呀 我真的是很愚痴啊 自己已经看到了 但还是不太相信 念佛就能往生 心想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是不是因为自己太想念父亲的缘故 而出现的幻境呢 就在当天晚上 我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 那个乱坟岗变成了一个小花园 有山 有水 有许多造型各异的树木盆景 还有亭台楼阁 蜿蜒曲折的小路上 铺着彩砖 两侧的地灯 发出柔和的淡淡的光 给人一种安静舒适的感觉 我穿着一双流冰鞋 由南向北来回的滑着 当时觉得很奇怪 诶 今天怎么变了 跟从前不一样了 马上又出现了一个念头 乱坟岗169名众生 都随着父亲一起往生极乐世界了 哇 我当时就有一种 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悦 心想我可找到阿弥陀佛这座靠山了 我再也不怕了 十年的噩梦 十年的无助 十年地狱般的生活 今天终于可以结束了 滑到花园的西北出口处 只见外子和一位出家师傅 站在那里看着我在笑 外子在前 法师在后 这时外子伸出一只手递过来 我也伸出一只手搭在外子的手上 外子一拉 梦就醒了 从此以后 我再也没有梦到过父亲和乱坟岗了 恐怖的景象 再也没有从梦中出现过了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故事 真的是佛菩萨不舍一人 从这个视频中 让我们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 超度第一殊胜应该怎么做呢 自己做 老法师曾经开始说过 自己诵经拜颤念佛 把功德回向给家人 这个功德无比的殊胜 比我们做这些大法会利益 还要大很多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有真诚心 虽然没有修行功夫 但是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在做 这个志诚心可以感天动地 感恩佛菩萨的加持 其实这个爸爸 也是来度化这个女儿的 让女儿一定开始念佛 她才放心了 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希望各位连友都能从这个视频中受益 把我们在三恶道里受苦的家亲眷属 都念佛超度到极乐世界吧 这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一件事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喇嘛 阿弥陀佛 � 我们下期再见